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家里有五个人 爸爸常年在外打工 只有奶奶和妈妈在家里 奶奶已经年纪非常的大 无法下地干活 一家人的家务全部由妈妈一个人做 我和弟弟在外读书 需要很大的开支 但有时候由于天气或气候的原因 一年的收入会非常的微薄 无法支付我和弟弟的学费 我们村也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同学 由于无法支付学费而中途被迫辍学 他们都是非常热爱学习的 由于经济的困扰而不得不在中途辍学 在今年在高三的学习当中 有各位弟兄姐妹的爱心帮助 让我们 让我们 让我能够更好的完成我的学习 我希望自己将来能考上 将来能考上 我希望自己能考上历下的大学 然后当时由于经济几条件的原因 就算考上大学也可能无法就读 像我这样 像我这样的在村里也有很多的同学 希望有更多的有爱心的 各位有弟兄姐妹来 继续的帮助我们 支持我们 我们在这里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 然后有希望有他们爱心的帮助 让我们能更好我们更好的去上大学 然后又热爱学习的同学呢 更更好的去上大学的梦想 谢谢